好意识的增强 现在电动车崛起 已经让燃油车看来真的要回不去了 所以现在有着得充电装者得天下的态势 2025年充电的商机据说上开4500亿美元 所以过场当然要抢了 我们来看包括了奥迪西手 台厂飞红科技跟拓联科技 建立在地的充电供应链 而远传电信他们旗下的爱买量饭 也推出了智慧的充电服务 那看上的当然就是充电商机 背后的金流 而至于停车场龙头嘟嘟房 也要抢进充电商机 那么当然也是这一波浪潮之下 停车及充电的时代即将要来临了 而至于玉龙集团旗下的玉能电源 也积极拓展相关的业务 还涵盖了太阳能光电事业 最近就跟合作伙伴 大家一块做了一个新的光电模式 叫做阳光球场 非常的特别 而至于台里呢 他们也看好电动车 砸下了45亿 收购了法国上市雏能公司 60.48%的股权 不只是最大的股东 也成为台湾第一家 进入欧洲电池跟除能市场的企业 看来各个大咖都在跨界布局 可见未来电动车的市场 有多么庞大 而至于鸿海呢 他们也积极地朝电动车前进 而至于在美国威州的投资案 先前一直频频卡关 现在倒是有了新的进展 鸿海跟威州政府 达成了新协议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与时任美国总统川普 2018年共同出席 鸿海威州厂动土典礼 但随着美国政党轮替 去年却传出 在威州投资案租税补贴 被卡关 现在董事长积极协调 如今有了新进展 威州投资的状况 其实我们持续一直在进行 就像我上次有提到说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 合适当地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产业 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 应该就是EV 松口坐电动车 随着产业变化影响 在美国盖先进面板厂 已经不可行 威州厂现在转为生产伺服器 网路设备 以及医疗器材等产品 未来纳入异地产业 而针对外媒报道 美国赴税优惠将减少 刘洋伟出面否认 我想不是缩减 那是我们要做的产业 而做适当的调整 强调只是产业别不同 鸿海布局电动车 未来将在当地打造产业聚落 台大电业布黄作让 从本业延伸做周边的充电桩 上官配件出货量 已经超过80万具 近期跟洗手加油站业者 未来在全台57个站点都能使用 同时进去电动车动力系统 主要动力系统 我刚刚讲这个电控跟电机 电机就是马达了 不只科技厂跨界 连传产也投入 像是台泥集团 旗下的能源科技 早就是台湾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 也能运用在电动车上 为了有更完整的布局提出 并购方案 为强化台泥企业团除能事业并拓展国际化脚步 本公司持续关注评估可能合作之除能事业标的 台泥19号发布众讯 以约新台币45.39亿元收购法国上市除能公司 在电动车与电网设备 都将扮演关键角色 根据统计 未来电动车年产值超过169兆台币 台湾车店又雄厚实力 未来的黄金十年 渴望属于台湾